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业内两位专业人士 陶师傅和钟师傅 为我们说明一下 关于在溶雪雨季 如何防止水淹 需要注意的事项 这个季节水灾高发 主要发生在地下室水泵 和室外浇花水龙头 外面下雨加上溶雪 地下水会非常多 同学们赶紧检查一下 自己地下室的水泵 是否工作正常 一位南岸客户打电话给陶师傅 说自己家水漫金山了 那么没有水泵如何检查呢 没有水泵 查看墙根墙角是否有水迹 如果有水迹 可以找钟师傅查看 是否有外墙裂缝 南岸很盛劳人区 修女岛地下水很丰富 每年都有房子被淹 今年冬天比较冷 很多室外浇花水龙头会被冻坏 特别是所谓的防冻法 为什么防冻法不防冻 一般是根部积水被冻坏 如果不开水不会漏 夏天开水的时候 水会直接流进墙里 或者天花板 漏点比较隐蔽 如果家里有防冻法 建议大家开启水龙头的时候 把出水口堵住 然后打开水龙头 如果墙里有水流噪声 说明防冻法已经被冻坏了 应该关紧水龙头停止使用 然后赶紧找你熟悉的水暖师傅更换 动作慢一点的话 只能找保险公司了 堵住出水口的堵头 五金店都有卖 类似矿泉水的瓶盖 最简单的办法是软管接上 然后打几个节 再把阀门打开 查听墙内是否有噪音 今年的冬天相对漫长 好不容易迎来的春天 在出去玩之前 钟师傅提醒大家 检查完房屋再出去 记住以下注意事项 一 每年春季熔冰化学 都会对地基墙产生新的伤害 要注意观察房屋四周 是否出现新的裂缝和室内 是否有漏水 另外 地下室的窗框 室外部分 经过严寒的侵袭 也会有渗水现象发生 二 巡视一下外墙砖缝 各种外墙sliding衔接处 是否有脱落 开胶现象 及时补胶补灰 以免春夏雨季渗水 三 注意窗框门框的风胶 是否有开裂现象 因为今年冬天漫长 风胶会加速老化硬化 要及时清理和修补变硬的风胶 四 阳台也是相对关键的地方 无论木质或水泥阳台 都要注意阳台与房屋外墙 香蕉处是否有裂缝 因为裂缝会导致顺水道 内墙木结构 炮坏保温层和石膏板 五 防岩雨潮 经过冬天的寒冷皆冰 尤其屋檐冰挂机冰 冰霸现象严重的 会使雨潮 屋檐freshing等部位开裂 变形松脱 如有以上现象 要及时加固 六 春天来了 各种鸟类在寻潮作窝 房屋的各种排气口 经常是小鸟的优先选项 可以检查一下排气口的活动封盖 还在不在 以免小鸟进去 当然 爱鸟人士可以及此 筑巢引鸟 七 检查一下阁楼保温 冬季寒冷 开春 阴冷潮湿 都会对阁楼保温材料有影响 继而损坏阁楼木结构 八 猛春冬天的寒风和严寒 经常会使屋顶材料 亦发生缺失 松动及老化现象 伸手矫健的朋友 可以自己上去看一下 可以放个无人机巡航一圈 自家屋顶是否还完好如初 坚实地为你遮风挡雨 早春三月需要注意的房屋维修事项说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补充提问 最后 疫情快过去了 祝各位在春天里逍遥自在 如果有租赁和买卖房屋的需求 联系我 给您最优的解决方案 点赞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